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仁勇三达德 志仁勇三达德 那个中文讲 志仁勇是我们人生 我们的三达德 三个德行 这个怎么跟孩子开解 当你把这些经典都高高的挂在上面 孩子体会不到 所以老师就跟他们讲了 所有一切圣贤的教会 所有一些崇高的品德 都可以在我们当下完成 孔老夫子的行持 就可以在我们当下完成 范宗盐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 就可以在我们当下完成 文天祥讲到 人生至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造汉清的态度 就可以在我们当下完成 我们的担心 造汉清 汉清是历史 造谁的历史 要把我们的行为 留在历史上 首先要造我们身边人的历史 当你的行为 你能不能造你父母的历史 那你的父母感受到 人生晚年 因为有这样的儿子 因为有这样的女儿 有这样的媳妇 有这样的女婿 使得我的人生晚年 非常幸福 没有白过 那你就是照亮了 你父母的历史 你的德行演出来 让父母感受到 有这样的儿子 是我的光荣 你就是造父母的历史 就是留取担心 造汉清 照我们先生的历史 照我们太太的历史 让先生感受到 我这一生的成功 都是因为有身边 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 那你就是照亮了 你先生的历史 照我们孩子的历史 照我们的学生的历史 让我们的学生 有一天出到这个社会 还会回过头来说一声 我这一辈子的成就 都是因为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中学老师 给我的人生这一句教诲 那你就照亮了 你的孩子 你的学生的历史 所以每一句经典 都可以在我们生活中演出来 绝对不是为了填个空 为了考个试 所以自仁永三达德 我们老师就跟学生讲 什么叫自仁永三达德 当一个孩子下课 主动去帮老师倒一杯水 那个叫自仁永三达德 看到老师的需要 是智慧 一个人时时能看到别人的需要 那是人生的真学问 是真实智慧 所以看到老师的需要 是智慧 看到感念到老师的辛苦 希望能为老师有所付出 那是仁慈 是我们的人德之心 而别人都不去做的事 我们认为该做的就要做 就主动去做 那是我们的勇敢 所以是自仁永三达德 结果我们呢 这些孩子哦 七八岁的小朋友 刚刚上小学的孩子 听了老师的课以后 下课马上把老师擦黑板 然后呢 有一个孩子看到地脏了 马上去扫地 这两个孩子上课都跟老师讲 老师 我刚刚就做到了 自仁永三达德 看到黑板脏了 要去擦 觉得老师累了 我去擦 那是人 人德 然后知道哪些话要留下来 老师还没用完 要留在黑板上 哪些可以擦掉了 那是智慧 别人都不去做 我去做 是勇敢 他说我把自仁永三达德 都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课本就活了 我们的经典就活了 我们的古人就离我们很近了 我们的英雄人物啊 包括黄继光啊 包括周恩来啊 那样的人物 都离我们很近了 那不是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所以每一篇课文呢 都要落到实处 对啊 每一篇课文都可以拿来 孩子现在的生活 去引导孩子 那么在引导的过程中呢 掌养孩子 笑 替 有礼的态度 诚信的态度 而这些态度呢 弟子规也是逐条逐条啊 在介绍 在具体怎么做 那老师把这些读 都结合起来呢 那孩子 行为的改变 非常快 我们都是真实看到 很多小朋友 行为得到改变 这个是在教学过程中 结合我们的课本 结合我们的教材 去应用 那么掌养孩子的 礼貌态度啊 还在生活面上 方方面面开紧 什么叫礼貌 比如说我们讲到的 饮食啊 长者先 幼者后 是礼 那么吃饭 是礼 走路是礼 小朋友学得很 很快啊 那个 甚至我们讲到啊 访客啊 要给人家留个 留条子 结果呢 很多小朋友都 很快 有一个小朋友 去看他的同学 同学不在啊 他就跌了个小飞机 拿纸跌了个小飞机 从门缝里塞进去 后来他的同学啊 打电话给他 说是不是你来过了 他说是 哎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你同学 怎么知道你去过了 他说因为 老师叫礼节的时候说 访客不遇啊 可以留言 但是我没有笔 所以我写不了留言 我就捡到了一张纸 跌了一个 他很熟悉的 我会跌的那种飞机 塞进去 他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我来过了 我跌的 他都会用得很有智慧 孩子的感悟能力很强 我们跟小朋友讲啊 小学生讲 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结果有一些内地的孩子 他没有看过船 不知道逆水行舟是什么样 说老师逆水行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懂 结果老师跟他讲 这个水倒流 然后船再往前开 结果船呢 不用力一把 就滑下来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的德行啊 不时时提醒自己 我们就往下滑了 可能不注意 不好的言语就出来了 不好的行为就出来了 就逆水行舟啊 不进则退 小朋友听了以后说 哦 我知道了 他很有悟处 他说学如斜坡骑车 不踩一把 就往下滑 他马上对这句话 有自己的体悟 有悟处 所以在生活上啊 方方面面 让孩子去理解 比如说穿衣服 穿着打扮是礼 是礼 那要不要教孩子 也要引导孩子啊 现在小 我们那边的学校呢 都穿了校服 那个校服啊 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 一个中学老师 他说 运动服啊 发下去 本来是希望孩子 朝气蓬勃 穿得很有精神 但是呢 现在的孩子 追歌星 追明星 所以呢 他们开始跟他们学 如果我们不教给孩子 衣贵节不贵华 他就会学错了 弟子归说 衣服最重要的是 整洁呢 不再华丽 而我们老师 面对学生的时候 表扬 穿着 整洁 干净的孩子 不去表扬 穿着漂亮 华丽的孩子 慢慢的 你就把孩子 往这个方下引来 然后你再去引导 什么是美 什么是美 现在小朋友 不去引导 他绝对会被 学错 从电视 从歌星 明星的穿着 打扮上 去看 什么叫美 美是一个人啊 内在气质的流露啊 特别是对一个女孩来讲 教这个内容太重要了 要不然她会每天 追求这些方面 当一个女性 她时时关注 自己外貌的时候 她已经没法 集中注意力 在她的本分上 在她的学习上 所以啊 这个美啊 要引导孩子 内心气质的流露 我们一举一纵 言语应对啊 才体现一个人的美 所以一个女孩 五官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 肚里空空 你走过去跟她 讲几句话 可能一下子把你吓得 从椅子上掉下来 美不美啊 不美啊 况且啊 真正明白的人 知道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 一个人的美啊 是她内心的流露 所以当年轻的时候 可能穿着打扮一下 青春留在我们脸上 很漂亮 但是只要这个人 没有内在 真正的气质 才华 富有思书啊 气质华 没有 没有才华 没有内在的 这份爱心 去面对人的时候 可能啊 到了 稍微年纪大一点 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他的五官 可能都凑到一起去了 因为他总是尖酸 刻薄 对待人 但是一个人 如果内心 有一份 关爱别人 有一份 直悲 这个心 在心上的话 有悲天 敏人的 情怀在的时候 他脸上流露的 都是那份 慈祥 所以要美啊 也要一辈子美 不要去选的青春年华 几年美 后来呢 都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要引导孩子 怎样才是长久的美 怎样才是真正的美 所以那个林语堂先生啊 跟他的太太 过五十 结婚五十周年 金婚纪念的时候 林语堂先生 曾经讲过一段话 他说在他的婚姻里边 他深刻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女性的美 林语堂 他太太是一个家庭主妇 他没有像很多作家一样啊 去那个选择 当所谓的美女啊 才女啊 这个都是人生智慧耶 对啊 你人生要过一辈子的圆满啊 不能看眼前那一段 我们去看看徐志摩 徐志摩的思啊 博得多少女性的芳心 但是她的生活幸福嘛 徐志摩当初太太啊 张又宜啊 非常有德行啊 但是 李徐志摩并没有满足 当时呢 她在国外的时候 开始追求林徽英 那林徽英也是个才女啊 当时追求林徽英 她的太太张又宜正好怀孕 怀第二胎 去找徐志摩 告诉她 我怀孕了 徐志摩说 你去流产 你去打胎 当一个男人啊 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时候 对自己的太太 身体 生命都完全不关心的时候 我们能相信她写的诗吗 能相信她写的诗里边 流露出来的这封爱吗 所以看人都要露目三分啊 都不可以看表面啊 被几句花言巧语就骗了 罗宜讲啊 事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看她在做什么 看看她为什么这样做 做完这件事以后的心理状态 你才可以把一个人看透 露目三分去看 当时她跟她太太说 你去流产啊 那太太说流产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很有可能生命都没有了 但是徐志摩说 坐火车还会死人呢 那难道大家都不坐了吗 你看看 对自己的太太啊 是这样一颗心呢 有没有可能去爱天下人 所以后来她太太 在她的自己的兄弟帮助下 把孩子生下来了 而徐志摩啊 却没有管了 去追求林徽英 林徽英是个才女 也有智慧 没有选择徐志摩 最后没有选择徐志摩 她林徽英回国来 后来徐志摩也回国来 回国以后 又重新追求另一位女士 是她的朋友的太太 叫陆小曼 古人讲啊 朋友妻不可惜 追求朋友的太太 后来跟这个陆小曼结婚了 结婚人生并不见得会幸福 后来在35岁那一年 因为陆小曼花费很大 家里边开支也很大 那徐志摩也一直到处赚钱 讲课 35岁那一年 林徽英在北京做演讲 那个 徐志摩从南京坐飞机 上北京 要去听林徽英的演讲 在飞机上失事去世 人生35岁 哪来的幸福人生 她的太太张又宜 我们讲人者寿 人者寿 张又宜 从小有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徐志摩去世以后 尽心尽力养两个孩子 把两个孩子还请中国文化的老师 专门教导他的孩子 他自己后来的生意也做得很好 事业也发展很好 还开银行 开服装厂 都做得非常成功 在徐志摩去世以后 他还用他的自己的财力 接济入小麦 并且以他的终生奉养徐志摩的父母 他自己原来的公公婆婆 他用他们做干父母 去奉养他们一辈子 人者寿 所以他自己也非常长寿 好像是89岁 然后孩子也教得非常好 什么是圆满人生 我们都要看长远一点 不能停留在眼前一节 去羡慕一个人 也要羡慕一辈子的圆满 不要停留在眼前那一节 所以这位林宇棠 他就讲到 他说他的婚姻很安稳 他的太太虽然是家庭主妇 但是他却从他太太身上 看到了什么是女性真正的美 他说他自己像个风筝 老是在挑 追求自由 但是他的太太是风筝下面的那个罪 没有罪啊 我都不知道飘哪去了 所以在五十年 金空纪念的时候 他讲到 从太太身上看到了 当一个女性 先生在外面受挫折的时候 回到家来 她还是一样信任你 先生在外面受侮辱的时候 她还是一样鼓励你 看到女性牺牲自己 奉献家庭的时候 太太是美的 看到太太忍如我去承受一切的时候 太太是美的 看到太太尽心尽力 教导自己孩子的时候 为家庭付出的时候 太太是美的 这种美啊 在我们的心里放了一辈子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公益广告啊 经常会很感动 这个公益广告啊 就是两个老人家 退休了 这位太太跟先生呢 一起去上海滩 万滩那里散步 黄昏的时候 落叶都在飘下来 那个老太太呢 这个秋天的时候 落叶飘下来 老太太拿了一条方格子的围巾啊 这个围巾还是他先生 年轻时候送给他的 我们现在人能不能保存 这个围巾到一辈子啊 这份情意啊 都在里边啊 年轻时候 男朋友送给他的围巾 他保存到晚年啊 这晚年王宫道路上 两个老人家去散步 他把那条围巾 轻轻地围在他先生的脖子上 还跟他的先生说了一句话说 老头子啊 明天是出一夜 我们家吃素好不好 结果这个 这种软软的情意啊 都流露出来 所以真正的爱啊 在这种细水长流之中 在指指之手啊 鱼子显老 哪里是现在年轻人 柔柔抱抱 所能比拟的 那个体会差太远了 所以我们都要 人生都要深刻去体会 什么是真正的美 教给我们的孩子 他才有认知 后来那个中学老师啊 他就讲到 校服发下去 本来是为了那学生 朝气蓬勃 结果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说 他们班上 个子小的孩子啊 校服都要大嘛 个子大的孩子呢 要加大嘛 加加大 他想怎么回事啊 我们那个和生的校服都没人要 后来才发现呢 那些孩子现在流行什么 流行很宽很大 裤子衣服最好都脱着地上走 裤子都脱着地上走 衣服都快到膝盖了 书包袋子也很长 在那个小腿那里啊 碰来碰去 一路碰着上学去 流行这么一个样子 所以他们的校服也选得特别大 都把整个腿都盖住 那老师说 本来是让他们朝气蓬勃 很有精神 这么一穿啊 哪来的精神 后来就跟他们讲 不允许要把衣服扎进去 扎到裤子里边来上学 这个孩子呢 老师面前呢 突然把衣服扎进去 老师一转背啊 他马上把衣服拉出来 因为孩子对美的概念啊 有偏失了 他去追求社会上啊 流行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引导啊 穿衣服啊 什么是美 有一个技术学校 有一个小朋友 跟他妈妈讲 他说妈妈 你给我买一件吊带睡衣 一个女孩 说买一件吊带的睡衣 上面呢 露背露肩的 他说因为我在学校睡觉很热 晚上睡觉很热 他的妈妈一听啊 有点判断不清 虽然妈妈也一直在 那个学校里边 听家长课学弟子规 但是他还是有点判断不清 不知道女儿这个要求 合理不合理 后来呢 他就去问一位老师了 一位年长的一位老师 年纪比较大 他就去问 他说老师 我女儿 让我给她买一件吊带背信 我能不能给她买啊 然后那个老师说不可以 我们跟同学讲 夏天的时候 不得穿啊 那个 太短的短裤 低于膝盖的裤子 要到膝盖这么长 起码 再热的时候 并且不可以露街 要穿短袖的衣服 所以我们老师也这么做 跟孩子也这么引导 因为穿衣服是什么 移风 艺术啊 社会的良好风气啊 怨天游人 没有用啊 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带动 所以移风艺术 什么叫移风艺术 移风艺术 绝对不是拿新的 代替旧的 拿时髦的 代替被我们习惯了的 传统的东西 移风艺术 是转移乌术 移风艺术 是以正的 代替邪的 叫移风艺术啊 转移乌术 那什么是正的 什么是邪的 符合轮轮关系 是正的 符合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兄弟长幼有婿 朋友讲幸运 夫妻有道义 那叫正啊 代替邪的思想 那叫移风艺术 所以那位老师就跟他讲了 不可以给他穿 因为我们带动 整个学校良好的风气 后来这个老师 这个母亲就讲了 我只不知道 怎么跟我女儿说 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我跟他说 他会生气的 他会不接受的 后来那位老师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他就开始呢 过去跟那个孩子讲 他说 小同学啊 衣服是拿来干什么的 你知道吗 那这个孩子一听呢 我们经常启发孩子 这孩子一听说 衣服啊 是拿来保暖的 然后同时也拿来遮羞的 我们人啊 要有羞耻之心 所以呢 把自己的身体穿好 然后那老师说 你回答得太好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羞耻之心啊 懂得保护自己 穿得整齐大方 老师说 动物啊 没有衣服穿啊 所以他跟人的区别 仍有羞耻之心啊 仍有这个仁义理智 动物没有 并且后来这位老师又说了 动物啊 他没有衣服穿啊 都懂得把自己的毛长长长一点 掩盖自己的身体 我们人难道还要把自己的衣服脱了 给别人看吗 更应该啊 把自己的身体保护起来了 那孩子一听马上说 老师我不穿吊带衣服 不穿露肩衣服了 后来 对啊 孩子的美啊 要靠我们去引导啊 整个社会的风俗 要靠我们去引领 后来那个 有一次啊 我们这位老师啊 很有意思 有一次他在街上 跟我们一起在街上走 看到有个女孩在买鞋子 在试鞋 那深圳天气很热 夏天啊 都是空调 每个地方空调都开得特别大 走到哪里都是空调 另一位女孩啊 在试鞋 试鞋 她蹬下去啊 系那个鞋带的时候啊 她穿的是一件那个整个背都没有的 然后这里前面呢 又是露肚子的肚脐的衣服 底下又穿了一条小短裤啊 因为现在呢 很多女孩子都朝歌星学嘛 都穿成这样 所以她就穿得很少 冬下去穿鞋的时候啊 那整个背都露出来 然后她的肚脐也都是露的 那个老师一看 她说我要过去劝她一下 我还有点紧张 我说你不要去劝她 等一下她接受不了啊 大家很尴尬啊 在街上 这个劝别人啊 首先要有信任 她说没关系的 我会好好跟她讲 后来那位老师很有社会责任感 跑过去跟那个女孩讲 她说 小姐 她说 那个 你试着这双鞋很漂亮 她写肯定 这个小姐 然后就跟她讲了 她说呢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的衣服穿得太少了 那个女孩哦 也就蹬了她一眼 很吃惊 看了一眼 怎么有人这样跟我讲话 后来她说了 她说 你的年纪啊 跟我女儿差不多大 所以呢 我也一老卖老 把我自己知道的事情 跟你讲 当我们衣服穿那么少的时候啊 我们会有什么结果 一个人啊 这个身体啊 都是相关联的 我们的脊椎骨周围啊 都是人体很重要的穴位 而我们的肚脐 也是我们人身 人体最很重要的一个穴位 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BB出生的时候 就算什么衣服都没穿了 医生首先会怎么样 把她的肚脐盖住 所以如果脊椎骨周围的 那个穴位都受寒了 那人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受影响 而肚脐进风了 我们晚年啊 各种毛病都会出来 她就现身说法 她说她的姐姐呢 当初怀孕的时候就很随意 那个结果呢 老年的时候啊 风湿也出来了 骨子增生 这里痛那里痛 各种毛病全出来了 所以她就跟那位女孩讲 她说我们有时候 没有人教我们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大夏天呢 一会儿太阳晒 一会儿出汗 一会儿进空调 那种穴位啊 都露在外面 那个都很 对身体都很不好 空调一吹 风扇一吹 所以我们人生晚年 就会很痛苦啊 各种毛病全出来了 那个女孩一听 她说真的啊 那个会生病的 她说是啊 其实不是那些年轻人 不愿意学啊 是我们没有好的引导 没有人教他们啊 所以她这么一讲啊 这个女孩也听得很认真 后来再来那位老师 又跟她讲了 你这么穿啊 身体不舒服好了 妈妈最操心 那妈妈对我们那么担心啊 那我们就不太笑了 这个行为 所以要为父母着想 再来呢 这个社会上 我们古人讲 英雄难过 美人关 更何况现在社会啊 连英雄都很难找得到 对啊 那你穿成这样啊 本来英雄都难过美人关啊 更何况没有英雄的人啊 那都会受诱惑 那受诱惑是谁造成的 是我们自己招罗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招罗那些人啊 要不然啊 自己自取其辱啊 到时候收拾后果就已经晚了 结果跟这个女孩这么一假玩啊 那个女孩不但没有怪罪 很高兴啊 还跟我们那位老师说 谢谢阿姨啊 我这些知识从来没听到过的 都不懂 所以孩子什么是美啊 要引导她 要引领社会良善风气 从我做起 从我的周围人做起 从我们家做起 从我们自己的班上做起 从我们的学校做起 你只有跨出这一步啊 才可以教化一方啊 让大家呢 都朝着这个良善风气努力 所以这是礼 礼啊 是引导孩子 其实方方面面啊 都是礼节呢 像我们这几天来到这边 这边呢 跟一些领导 跟一些 这边的一些 老师朋友一起吃饭 我就深刻感受到 我们烟台人啊 奖礼 那个饭桌上啊 这个礼节 真的我是 每天都在学习 礼节有主陪 有副陪 有主客 副客 那个桌子都坐得 特别有礼节 哎呀 特别好 感受到 学到很多东西 是 然后大家都是 兵兵有礼啊 先呢 敬酒啊 第一巡酒 我们不喝酒 就一茶 带酒 君子之交 淡卤水 这个水啊 里面感情特别融 举起来啊 第一巡呢 欢迎 然后呢 感谢啊 然后还要 做大家呢 以后再来 欢迎大家以后再来 哇 这种融融的情谊 都在我们心里边 是啊 谢谢 所以处处都是礼啊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 氛围里边呢 我们的孩子都能学到 我们的家庭里边呢 我们的出去哦 跟随父母出去 那父母都是这样手礼啊 那孩子都直接学到了 我们 要不然啊 孩子无礼啊 现在的孩子家里边 菜还没做完 他可能已经把菜全吃完了 他就不管了 要不来饭桌上啊 我知道啊 陪人吃饭是很累的 特别是像我那种 特别木讷 不会讲话的人 坐在那里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那位校长就想 大家吃饭要开心一点 饭桌上啊 气氛要活跃一点 就大家身心愉快 吃下去才有营养嘛 所以他就带了 两个年轻老师去吃饭 那两个年轻老师呢 是河南人 是湖南人 吃辣的 但是他请的客人 是广东人 吃得特别清淡 那个广东人煮菜啊 那个油盐都放得很少 很清淡的 后来 因为请的客人 是广东人啊 要点哪里的菜啊 在广东菜啊 因为那客人 吃得舒服一点 他当时这样想 所以呢 就去了 他带年轻老师去 是希望年轻老师 能倒到水 跟客人讲讲话 大家气愤活跃 哪知道呢 去了以后啊 菜上来了 给 在客人那里 给客人吃了以后呢 这两位年轻老师 不但不会招呼客人啊 因为他们从小没学啊 没有人教他们 不但没有招呼客人 虾反正在那里 一人说 这菜都没胃 怎么这么难吃 那客人还在一边坐着 这个校长啊 一下子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了 脸上啊 无光 就觉得哎哟 惨了 给客人听到了 都没面子 但是呢 两个老师 还在叽叽喳喳 那里议论 结果校长 为了不让他们 这么无礼的议论下去 赶紧再加了一个 河南菜 叫做 辣子鸡丁 他说点了一个广东菜 辣的 河南 湖南菜 辣的 上来了 但是不管是哪里的菜呢 一上桌啊 这个主人 还是会把菜盘 转到客人面前啊 给客人先吃 结果客人 筷子才伸出来啊 这两个年轻老师 呼一下 就给他转过去了 因为找到了一个 自己喜欢吃的菜 马上转到自己面前啊 两个人就开始奔了 哇 那个老师回来 跟我们讲 他说 我今天的脸 真是丢尽了 本来把他们带起啊 希望他们能接待客人 后来吃完饭回来呢 他就把那两位年轻老师 叫过来说 你们知道今天犯了什么错吗 那两个孩子 两个老师 刚从中专毕业出来啊 说没有啊 他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啊 吃得开心吗 他说 那个犯了什么错 知道吗 两个老师说 没有啊 我们吃得挺好的 说没什么问题啊 后来那个校长说 你们还吃得挺好的 我都给弃婚了 你们知不知道 应该怎样接待客人吗 应该要让客人先吃 应该呢 自己就算没吃饱啊 都要好好地招呼客人 然后这是礼节 这两个年轻老师说 没有啊 我们在家里 我妈都是让我们先吃的 我妈菜还没炒完 我妈就说 你们吃吧吃吧 你们先吃 长期习惯了 没有引导 这个行为习惯养成啊 他到一个团队里边去 就算他要改啊 都会改得很不自然 他都会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礼的态度 在家庭里边 在课堂里边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形成 而有礼啊 那一个孩子呢 处处遇贵人 处处遇贵人 我昨天跟大家介绍到的 这位卢叔叔 我们跟随学习的这个老师啊 蔡里旭老师 大方广网上都有他讲课的内容 蔡里旭老师啊 最初 接触卢叔叔 就是这位卢叔叔 给到他很多人生的启发 就是这位职业 总经理 曾经呢 带八万员工的这位 那个总裁 他把自己的很多人生智慧啊 卢叔家政医啊 教导给蔡老师 而蔡老师又把卢叔叔的 这种羊耳育女的智慧 企业领导的智慧啊 传播给了全中国的人 大家南北都讲辩了 所以现在卢叔叔啊 几乎成了我们啊 大家南北所有人的卢叔叔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了 这位卢叔叔 蔡老师是怎么认识他的 就是一个有理的态度啊 认识他的 礼貌的态度啊 处处欲贵人 人际关系啊 也非常好 这个 当初蔡老师去学习的时候 正好卢叔叔也在听课 坐在他的旁边 但是因为他很谦卑啊 都看不出来 但是因为弟子规 有一句话叫做 是诸父 卢是父 是诸兄 卢是兄 对待别人的父母啊 就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 对待别人的兄长 就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 所以学了这句话呢 蔡老师就开始 跟他周围的几位长者问他们 年纪比他父亲大的 他就跟他们问好 说那个 陈拜拜 你好 年纪比他父亲小的呢 又称叔叔你好 一个一个问 那卢叔叔就是其中的一位 因为他这个有理的举动啊 那卢叔叔对他印象深刻 下了课把蔡老师叫到一边 跟他谈 一谈两个小时 把他自己在整个人生过程中的人生智慧 企业管理中的这种智慧 在大学里边听课都学不到的这种真实经验 一条一条讲给蔡老师听 所以礼貌的态度啊 欲贵人 礼貌的态度 感召来良好的人际关系 而人之所以事业难做 事情啊 难拖展 关键都在一些人际关系上 你一份有礼 一份对别人啊 谦卑 恭敬的态度 周围的人际关系啊 就会非常好 我们有一位老师啊 是西北工业大学毕业的 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 毕业的时候呢 当时呢 在找工作 企业跟大学生见面的时候 他那会儿研究生毕业 找工作 跟他的男朋友 两个人一起去找工作 希望去深圳 当时深圳大雅湾核电站 在招聘员工 大雅湾核电站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 在招聘员工 但是他的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 所以没法用他 但是因为当时他去应聘的时候 跟那个招聘人员聊了几句 他们去招聘的几个人问他 这个西安 这个道路怎么走 他们想去游玩一些风景区 结果那两位 年轻的研究生 很热心 说没关系 我们专业不对口 没关系 我们再找工作 你们想玩呢 我们带你去 我们在这里 正好放假 正好 现在不用上课有空 说带你们去就好了 他们很热心地接待他们 帮他们买车票 然后最后还送他们上火车 因为他们去招聘 人生地不熟了 人家并没有录用他 碰到一个陌生人 他这么热心地去对待他 后来这两位人事干部 回到深圳以后 跟他们的领导反应 说我们今天遇到了 两个研究生 特别有数字 你看数字在哪里 但是我们专业不对口 所以我们没敢招他 我们回来请示一下 要不要用他 后来听他们这么一介绍 领导说好 叫他们把简历寄过来 后来简历寄过来 就录用了他们俩 他们俩从西安到了深圳 到大雅湾核叠站工作 大雅湾核叠站工作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快二十年了 工作十年左右 他的先生还继续在那工作 太太出来办企业 也办得非常成功 结果04年的时候 04年我们讲弟子规课 这位企业家来听弟子规 他的企业都非常规模很大 来听弟子规 听完了以后说 我人生摸索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 原来只是弟子规里边的几句话而已 怎么以前没有人教导我 没有人启发我 很感叹 到05年的时候 去年 年初 他就一直来听弟子规课程 到05年时候 他把他的企业交给了他的姐姐大雅 现在全身心出来 跟我们一起弘扬中国文化 所以现在是我们的老师一员 老师中的一员 他觉得这个对孩子的帮助太重要了 对现在年轻人的帮助太重要了 所以你看他 他说他的人生 就是得意肯帮助别人 他处处肯帮助别人 做企业的时候 街的单都很大 他做那个大企业的搬迁工作 像柳州那边的重工业城市 很多大企业的搬迁 他做的 他说他都是为别人想到 很精细 每一分钱能省就帮别人省 每一介细节 每一个细节能想到 都帮别人想到 大的工程这么想 小的工程也一样 所以他说甚至有一家搬家公司 来跟他们交谈 他们不做搬家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工程上的业务 然后一家搬家公司来问他们说 我们搬家公司要发展了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跟我们沟通沟通 他都跟人家讲得很细 后来有一家搬家公司说 他说我们有一次去搬家 那个 他的员工 跟这个 因为我们一户家要搬掉了 往往我们会把不用的东西随地一扔 用的东西都搬走了 然后家里当搬走的时候 本来房子啊 还是挺舒服的 结果一家搬出去 这乱造造一片 到时一片浪迹 结果他这个年轻人 学习了以后 他说他去搬家 每次跟每家客人都讲 他说我们把房子打扫一下 帮你搬好了以后 我们还要把房子打扫一下 主人说不用打扫了 人家要搬进来的人 自己会打扫 结果这些年轻人说 他说我们要打扫 因为我们打扫的不是这个房子 我们打扫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 我们自己的心灵 到底留给别人是一个清洁的感受 还是不顾别人乱造造一片 所以当他们这么一做 越来越得到别人的欢迎 有理的态度处处都在成就我们 所以人际关系都非常好 而一个孩子出去找工作也好 应聘 真正有学问的人 他不见得会看你有没有一叠很厚的文匹 你的举手头组都是说明书 所以有一家大企业 有个老总 他们招聘的时候 都是需要通过别人介绍 他才见面的 其他人他都不见面 因为太多人了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年轻人去应聘 走进去跟他秘书讲 秘书问他 你有没有介绍信 他说没有 秘书说没有介绍信 我们老板不会见的 他讲的时候 老板的办公室在里边 正好老板人在的外面 在的秘书这个房间里 后来老板看了那年轻人 也跟秘书讲 让他见了 进来我见一下 后来面试以后 这个秘书问那个老板 说你为什么要见他 你不是说没有介绍信的 你不见吗 结果这位老板说了 他说你没发现 他带了最好的一封介绍信吗 这位年轻人进门的时候 门边有一个书架 有一本书啊 歪了 要掉下来了 他走过去的时候 送手就把书放正 往里边走 走到秘书前面 把自己来意讲清楚 秘书请他坐下来讲 他就坐下来 中间中途有一位员工进来找秘书 员工站着 他马上站起来跟秘书 等待他走掉 他再坐下去 再跟秘书讲 然后那个老板说 你看他进来的时候啊 脚先在门口的踏板上啊 踏干净了 才走进来 指甲剪得很整齐 头发梳得很干净 那不是一副最好的介绍信吗 所以当一个孩子有理的时候啊 真正啊 这个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看你一大堆文凭 所以真正会用的企业家呢 他绝对会看你一个人的真实学问 所以那孩子从小学到有理的态度 所以我昨天介绍到的 海口的那位老师啊 那个四年级的孩子 他们的教师啊 走进去人家都说要不要脱鞋啊 干净到这个程度 孩子都在门口啊 把鞋子塌干净再走进去 所以教师里边防四清墙壁静 弟子归说的 这么一句话 最为班封啊 把整个孩子的正气都带起来 每一句话都可以在生活中呢 都用出来 那这个是长养孩子理的态度 对他人生一辈子的重要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刚刚讲到理的态度 那个理啊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理呢 是一个形式 形式背后啊 都在于这份纯心 所以理的背后的这份纯心是恭敬 恭敬别人 那么同时也是关爱别人 关爱社会 所以孔老夫子讲 大道之行业 天下为公 显贤与能啊 讲性修目 在礼运大同天里面讲到 关爱别人 然后呢 讲性修目 大家每个人都讲性义 大家都和睦相处 推荐有才能的人 来治理这个国家 实际上呢 讲的人不如亲其亲啊 不如子其子 不单单是对自己的亲人好啊 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孩子 有教育 还是面下语啊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当我们的母亲啊 出去到街上去了 你稀不希望她在马路上 要过马路的时候 会碰到一个年轻人 扶她一把 希望啊 当我们的母亲出去啊 要进门 你稀不希望有一个年轻人 帮她推一把门 帮她提一下种的东西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母亲啊 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我们要不要帮助一下别的老人 要不要帮助一下别的人 所以都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啊 身边做起 那这本这本啊 爱别人 敬别人的态度啊 最重要的啊 也要从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开始 所以长善啊 最根本的一个善效 长养孩子的孝心 所以我们讲 德行教育从何入手啊 就从这个字入手 孝是所有德行的根本 百善 孝为先 只要孝心一开 孩子别的 德行 才有可能长养出来 只要对父母不孝啊 那其他的德行都不可能 都是演给我们看 因为我们昨天有介绍 孝心不开 一个人啊 恩义 情义 道义的态度出不来 他没有恩义 情义 道义啊 他跟人打交道的态度 是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啊 在跟一切人打交道 而利害 有利有害啊 都是处在转变过程中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 也会不稳定 他跟别人的付出啊 都是因为有利可图 他才去做 有一位中学生 在香港上学 在一个英文学校上学 他呢 有一次啊 在到深圳来 参加我们的 甲期弟子官班 学习 放甲的时候呢 我们把一些孩子 应勿地组织起来 教他们学弟子规 那很多老师都出来 做义工 去教这些孩子 弟子规 那这个母亲呢 就把他从香港 送到深圳来 那送过来 结果他来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我在我们学校呢 有一件事 因为它是英文学校 日常对话 必须得全英文 他不允许讲汉语 因为为了那孩子 一个英文学习的环境 如果他们偶尔 讲了几句汉语呢 老师要受罚 罚他们在教室里边 不能出教室门 不能出去 他说如果那个时候 老师孩子被罚几个小时 正好罚在中午吃饭 这个时间 不能出去呢 他们就很惨 他们就不能买饭 这个孩子就跟我讲 他说我就会去 帮我同学买饭 我一听我说 哎呀你很好玩 你对同学这么有情意 那同学以后啊 也会感恩于你 结果他下面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老师 我帮我同学去买饭啊 五块钱一盒的饭呢 我可以七块钱卖给他 他帮同学买饭为了什么 为了赚点钱 结果他送完了问我 他说老师 我这样做行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做 他这样做对不对啊 他去问他的老师 他说我问我老师 老师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的老师犹豫了一下 老师为什么会犹豫 当一个老师啊 心里没有这把尺 他就没有一个标准 去判断一个人的行为 他这个尺到底是厉害 还是情义道义恩义啊 那做出来 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一样啊 所以他说他的老师 犹豫了一下 最后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样做不太好吧 那仅仅是不太好 没有给一个孩子 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 过了一会儿呢 他说我老师又说了 我老师说 但是也没什么不可以 因为你也付出了劳动 你看很多四四而非的观点 就充斥着我们的头脑 我们认为付出了劳动 是我应得的 这个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啊 在作为我们行为判断的 一个标准 一个尺度 但是你一个孩子从小啊 以情义恩义道义的态度 去经营他的人生 跟以功利厉害的态度 去经营他的人生啊 他一辈子经营出来的人生 格局会不会一样 那大不一样啊 人生格局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从小 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在引导我们的孩子啊 那整个孩子成长 人生格局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孩子要长养恩义 情义道义啊 如果没有这个态度 一定会长他的利害之心呢 而情义道义的态度 又源自于这颗孝心 来自于这个孝 只有对父母有这封孝心啊 那孩子的态度才出得来 所以教孩子孝啊 那是整个教育的根本 孝经讲啊 福孝得之本业 教之所由生也 孝是品德的根本啊 所以所有品德 所有的德行啊 爱人啊 爱社会 爱国家 从哪里爱起啊 从父母爱起啊 那个孝是德行的根本 孝经又讲啊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被德 不爱自己的亲人 而爱别人啊 那是被德啊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被利 所以所有的理啊 和德行啊 爱啊 都从自己的身边人开始 但是我们往往 把自己身边的亲人 父母反而疏忽了 为什么会疏忽啊 还是一颗利爱心在做错 我们有一位老师 有一次回去天津 天津呢 他走之前啊 当时我们说 你们天津的麻花很好吃 所以他就一直记着心上啊 从天津回来的时候 要给我们买十八街麻花 他走的前一天啊 第二天早上要走 走的前一天下午了 他准备要去买麻花 走之前呢 看见他爸爸 跟他出去之前 他爸爸在浴室里边 在洗手间刮胡子 结果呢 他就靠着门边 看他爸爸刮胡子 他爸爸也觉得 其乐融融 女儿呢 在旁边陪着我 我在刮胡子 很高兴 结果他看到爸爸刮胡子 看了一会儿 他就跟爸爸说 他说 爸爸 你的胡子刀啊 太旧了 都太顿了 都把你的皮肤啊 都割痛了 等一下我给你买一把 好的胡子刀 新的 爸爸一听啊 很高兴啊 女儿很孝顺 给爸爸买胡子刀 爸爸呢 刮完胡子 送手就把胡子刀啊 扔到垃圾桶里 也去了 结果女儿就上街去了 上街去了 心里想着什么 要给同事 买十八街麻花 要给女儿买什么 要给先生买什么 把自己父亲的胡子刀啊 忘到九霄云外 忘记了 然后他就回来 回到深圳 到深圳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课 晚上啊 就上地址归课 讲到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他正好要把 十八街麻花 拿出来给我们吃 拿出来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说 我忘记给我爸爸 买胡子刀了 结果呢 马上打电话回去 给他爸 跟他爸爸道歉 说 我今天出去 忘记给你买胡子刀了 我在深圳买好了 给你寄过去 他爸爸正在气头上 因为那天早上起来 他就是没胡子刀 刮胡子 他已经把他的胡子刀 扔到垃圾桶去了 所以往往我们自己身边 最亲的人呢 亲人的需要啊 我们会忘失掉 那亲人啊 对我们付出最多 我们时时要把亲人的这封爱 放在心上 所有的 你只有关爱到你的亲人啊 你周围的人啊 才能生长 生涯起着真正的情意 到意来 一个人经营人生啊 跟治理一个 带领一个团队 一个班级 治理一个国家 那都是一个道理 都是同一个道理 孝气传家啊 那个家庭啊 才可能长长久久 我们有没有想过 要把我们自己的家 传承多少代 各位老师 我们有没有立过这个志向 要把我们的家道 传承多少代 对呀 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 孝体传家的故事很多 一个朝代也一样 我们去看看周朝 中国历史上 周朝绵延八百年啊 那都是孝体传家 当时呢 那个周恩王的祖父 太王 因太王 他有三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是太伯 仲庸 仲庸 纪律 三个儿子 太伯 仲庸和纪律 那按照当时的传统呢 他的王位要传给第一个儿子 太伯 所以在我们的德育故事里边啊 大家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上可以找到 德育故事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做太伯 本来他太王要把王位啊传给太伯的 用物质去孝顺父母 而且养父母之心啊 养父母之志 看到父亲这么喜欢孙子啊 就想到父亲有一个心思啊 想把王位传给这个孙子 传给第三个儿子才能传给他 太伯因为看到父亲的这种心思 就想了 如果我在这里呢 父亲就不可能把王位传给弟弟 他传给弟弟呢 就有可能引起大成的不满 觉得你偏心 所以他在他父亲生病的时候 主动啊 约了他的弟弟仲庸 带领弟弟仲庸 一起到无越地带去采药 到山上去采药 一采就不回来了 并且在那个地方啊 批发文生啊 觉得我是自甘堕落 没有办法做国王 让他父亲和所有的大臣感受到 不是父亲偏心啊 而是我自己不行 所以呢 必须把王位传给弟弟 一个人啊 把国家都可以让出去 他还有什么不能让 他把忠孝季 都演到了极致 并且让还要让得不动声色 让得让别人自然而然而接受 那后来王位传给了周文王 那周文王啊 把整个周朝啊 也是治理得非常的好 并且周文王本身就是一个孝子 所以整个周朝孝替传家 周文王在他父亲吃饭的时候 一天三餐啊 都要在父亲的门口看 端进去的是什么菜 还热不热 端出来以后又要看一下 什么菜 父亲吃的比较多 他喜欢吃什么 应该怎么做 他会比较喜欢 每餐都检查 你看看 一个孝子的行为 周文王的儿子 周武王 周文王儿子啊 武王还有周公 都是文王的儿子 你看那都是圣人啊 周公啊 武王啊 又是孝子 在文王生病的时候 周武王十二天 医不解代 以一个帝王之身啊 演一出戏给我们看 以酒病床前的孝子 衣服都不剪啊 不敢睡啊 怕父亲啊 身体有变化 衣不解代 侍奉文王 所以 而周公啊 在周武王生病的时候 他自己又到 祖庙里边去祈祷 捡自己的寿命 给自己的哥哥 孝替传家 都是又有孝 又有对长辈的尊敬 所以武王后来把王位 传给了他的儿子 周承王 而周公又一心一意 护持周承王 整个周朝啊 绵延八百年 都是孝替传家 所以武力不解的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你看那个秦朝 武力统一国家 自己取名叫秦始王啊 希望能世世代代传下去 结果只有十五年就败了 所以历史啊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直直在告诉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